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偉恩 今天要帶大家從銀座散步到東京車站 讓我們的第一站就從銀座的 Ginza 6 的百貨公司開始逛起吧 Ginza 6 是這裡蠻指標性的一個百貨公司 然後相對來講也比較新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一樓這邊 有像Fendi、Valentino 然後Vancliffe、Celine、Dior等等的 然後蠻大的旗艦店 Ginza 6 這邊1-6 樓其實就是一般的百貨公司 然後真的要比喻的話 我覺得跟台北的微風南山還蠻像的 然後這裡我比較想要介紹 推薦給大家的是這邊的頂樓 有一個現在可以看到我所在的空中花園 然後像現在因為是11點左右 就是剛開的關係 所以呢沒有什麼人 大家可以在這邊就是走走啊晃晃 那它這邊是360度環景的 可以看到整個東京市中心的風景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它也有一些座位區 可以像我這樣坐在這邊 休息啊看風景 算是一個小小的東京的秘境 這邊就是銀座還蠻有名的十字路口 這邊遠方就可以看到有晴空塔 除了剛剛的晴空塔以外啊 這邊你很認真看 一樣也是可以看到東京鐵塔 這邊的東京鐵塔就比剛剛的晴空塔要大 大蠻多的啦 下面這條就是銀座的中央通了 那在銀座的正對面呢 就是有12層樓的UNIQLO銀座的旗艦店 這邊12樓看起來還有UNIQLO的Coffee 那上去看看 它這邊還蠻酷的 這個是用自助結帳 只要把東西放到這裡面 然後自己結帳就可以了 紙袋的話 就是在結帳櫃台的正對面 就可以自己購買 再加上去船部 紙袋部 直到網上 這裡 更多 就在那邊 可以 走 我們逛完了GINZA 6跟UNIQLO之後呢 接下來就往河光百貨 然後還有三越百貨的這個方向 繼續全進走一下 這家就是我們也推過很多次的 牧村家紅豆麵包 這個區域其實都還是有蠻多的百貨 或是精品店可以逛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這邊再停留一下 那我們因為今天散步路線的關係呢 接下來要開始往有樂丁的方向走囉 然後我們在路上稍微小小繞路 大概兩分鐘左右 這附近有一家超大的無印良品 然後它除了是旗艦店之外 它也有無印良品的Hotel 然後也有無印良品的食堂 然後我們現在要進去逛逛 這家無印良品裡面好像有賣麵包耶 這邊的無印良品有超市 還有賣現榨的果汁 裡面逛起來一樣也是東西非常的齊全 品項超多 很多在平常的店裡面沒看過的東西 它的數量真的齊全到不行 像這邊行李箱就幾十個吧 然後襪子看起來是幾百雙幾百雙的 感覺一定找得到你要的 而且說真的它的價格 如果你跟台灣比的話 真的是便宜蠻多的 所以如果你本來在台灣 就會買無印良品的人的話 我覺得來日本買應該啦 帶的回去的話算是還蠻賺的 而且它這一棟的四樓啊 有免稅的結帳櫃台 然後最後它六樓的話就是飯店的入口啦 這一層是拉筆 有定休息一下在這邊吃無印良品的食堂 這邊還蠻方便的少 然後QR Code就可以點餐了 中午點了這邊的 西拉筆丼 就是烏拉筆丼 然後它還有附生魚片 跟這包是什麼東西 然後 茄子的小菜 跟一碗味噌湯 這一份這樣子是2000日幣 它這個不拉筆丼吃起來還不錯 就是有那種小魚的鮮味 然後再加上那個蔥的香味 還蠻下飯的 好 我們吃飽喝足了 休息了一下 現在繼續逛街啦 那我必須承認 因為以前我們比較少每次介紹地方 都真的是瘋狂的很認真的逛 因為畢竟要顧及拍攝行程嘛 那我這幾次還蠻多行程 都是真的自己去親身體驗 像包含剛剛的那個 UNIQLO 然後跟GINZA6什麼的 然後還有剛剛的無印 我其實都有真的 實際認真的稍微逛了一下 然後我發現確實 呃 以一般觀光客的玩法來講的話 有時候 一個點可能就真的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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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簡單啦 呃 它就是一開始是從 INZA6嘛 然後有到UNIQLO 然後 再到 WIN良品 然後接下來大家只要 地圖往這個 MARUI 然後還有 LUMINE跟那個 東極的方向就對了 其實地圖上 走一走應該十分鐘以內就到 好 我現在想要去逛一下這個 3COINS 應該會蠻多小物 3COINS跟大創有點像 然後 也是有很多 很可愛的日系的雜貨 然後像我老婆 就還蠻愛逛的 這個好像是 放在脖子上 然後這個材質 會涼涼的 不知道 有沒有用 看起來蠻白癡的 我一直想要買一個 手機架 因為我之前拿來看電視的 已經 壞掉了 這個不知道好不好用 沒想到他這邊 連那個 自拍系列的 3C用品 然後還有一些 鍵盤都有 這家店還蠻齊全的 這一棟的二樓啊 除了 有剛剛的3COINS之外 有HALO KITTY 然後 隔壁這邊還有 三立憂 我看這邊還蠻多外國人的 我們不小心進來的這一棟應該是叫 NISHIGINZA 然後它有一個三立憂世界 算是不小心闖入的吧 因為我剛剛看還蠻多外國人有跑來逛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銀座這邊其實是有高速巴士可以到 成田機場 然後對面呢 是有可以到 雨田機場也有的 所以如果你是選擇想要搭巴士的人啊 搞不好你在 搭飛機前 然後來 銀座這邊 小逛一下 然後再坐巴士去機場 可能也是一個蠻好的安排 好那我們要怎麼走往有樂丁呢 其實也很簡單 大家就認這棟 銀座的東極PLAZA 然後跟我們剛剛買3COINS的 我說可以寄這個LUMINE這一棟 然後這個兩棟的中間這一條路 直直走就會前往有樂丁的方向 好另外一條我也很常走 就是從剛剛那個NESIGINZA 然後經過這個走出來到LUMINE這邊 有一條算是兩棟中間的通道 走出去那邊就可以到有樂丁了 那大家經過LUMINE的時候 其實想逛就可以進去逛逛啦 然後這邊有一管跟二管 好我們繼續穿過這一條 小小的算連通道的感覺 然後經過馬路一前方呢 就是有樂丁車站啦 這家店還滿夯的 剛剛看到門口很多人在排隊要進去 如果你還是怕你找不到路的人沒關係 今天的散步的簡單的行程 我一樣會用Google Maps 放在敘述欄的地方記得去看 我們現在正式來到了環之內重通了 是我們在東京車站這附近的一個算景點 那這一條景點這個路 它的特色就是可以看到 我們後面這個 鋪滿了這個 看起來有點像歐洲的石板路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步行的地方 它會有步行者專用的街道 那它的兩旁呢 也都有一些店家 還有咖啡廳、餐廳等等 我覺得是一個很悠閒 然後散步起來非常舒服的區域 好這一整條就是環之內重通啦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基本上 平日或假日它大部分的白天的時候 都是只能步行者走 所以我覺得很棒的點就在這 然後因為它都是鋪石板路 然後路邊又有重型道樹 走起來很寬敞 那兩旁的話 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都會有一些店家啊 然後或者像是裝置藝術 等等的東西 是一個非常適合漫步的區域 之前沒有注意這邊其實還有愛瑪士 然後前面還有那個 Paul Smith 然後也有 歐洲人覺得這裡很像歐洲 所以在路邊聊天 這家是Bob很愛逛的戶外運動品牌 And Wonder 像這邊還滿讚的是它 因為是給你散步休息的 所以就是會有座位區 然後旁邊就是有種一些花花草草這樣子 但因為我們現在有點下雨 所以就不久坐 這裡走到中段呢 會有一個小小的類似花園中庭的區域 然後這邊有一家侯布熊的咖啡廳 這邊也是還滿オシャレ的 你看日本很流行這種戶外TELAS的座位 然後再加上他們天氣比台灣好一點啦 所以很多時候坐在戶外吃東西真的是滿舒服的 然後這邊也靠近301號美術館 就是那個紅紅的建築 這個小中庭其實還不錯啦 就是你散步途中可以來這邊坐著 如果累了的話休息一下也不錯 覺得這個就是在東京散步爽的地方啦 就是它的不管是城市的造景啊 或是步行空間的設計 會讓你很願意漫步 然後也有很多地方讓你休息 然後包含廁所也超多的 所以真的很方便 這家Rose Bakery 我之前跟Bob又在裡面喝過咖啡 它是有賣衣服 然後也有賣咖啡的一個算複合的空間 接下來接連出現兩家Bob愛光的 一個是Hoka 這個應該是賣 主要是賣球鞋的運動品牌 然後這家是十足鳥 都是Bob還滿喜歡的戶外品牌 完之內重通呢 走到差不多底部的地方 會來到東京車站 我們剛剛是一路走這一條筆子 從很後面玩之內重通走過來 走到底呢 右手邊這裡 可以看到是東京車站 左手邊呢 是黃鞠啦 首先帶大家去東京車站看看好了 這條路還滿筆直的通往東京車站 所以如果想要拍東京車站的話 其實就走到它面前就可以拍了 而且它這前面 以前原本是都在修繕中 然後現在修好之後 其實拍起照來又更好看 那等一下 我帶大家到那個 新丸之內大樓 上面 七樓有一個地方可以看東京車站 那 不曉得目前還有沒有開放 等一下走過去看看 上去這邊看看 就是這邊啊 七樓的戶外 可以直接眺望到完整的東京車站